警告警告这里有臭屁星人 快关上门看看这里谁是臭屁星人 一定不能让老师知道谁是臭屁星人 老师我不是臭屁星人 我先和老师说我不是臭屁星人 这些老师就不会怀疑我了 老师我也不是老师也不是我 好我要用这个臭屁仪器检测一下 这是臭屁检测仪 现在开始检测 贝儿你先来 检测结果 滴滴不是臭屁星人 老师我的屁股可是有发想的 我怎么可能是臭屁星人呢 还真是有桂花茉莉花丁香花的香味呢 刚刚我提前使用了香皮香水 这下老师就不知道我是臭屁星人了 大宝当你了 老师我现在放不出来 居然放不出来 臭屁星人不会就是大宝你吧 老师真的不是我 那我现在就放 检测结果 滴滴不是臭屁星人 大宝你的屁怎么都是 炸鸡汉堡薯条的味道 老师你以为我刚刚吃了炸鸡汉堡还有薯条 可可我直接把食物的味道收集起来了 要不然就被老师发现了 大宝也不是臭皮星人 小妹 到你了 一定不能让老师知道谁是臭皮星人 检测结果 滴滴不是臭皮星人 干嘛老师 我不是臭皮星人 还好我都是圆圆那里拿了青草香 居然是青草香 白雪 到你了 检测结果 滴滴不是臭皮星人 还好我提前找了乌婆婆 乌婆婆 你这里有没有发香瓶的神奇水呀 有的白雪 给你 千万不能让人知道臭皮星人的秘密 好的乌婆婆 奇怪 剑子仪都查过了 怎么都没有查到臭皮星人 好臭啊 是谁放的臭皮 大宝 臭皮是从你这里散发的 你就是臭皮星人 糟了 没认出被发现了 大宝 你还在放臭皮 这回真都不是我 声音是从贝尔这里传出来了 贝尔 你也是臭皮星人 我也被发现了 大宝贝尔 你们都出去 这下就没有臭皮星人了吧 警告 警告 这里有臭皮星人 奇怪 大宝和贝尔都出去了 怎么还有臭皮星人呢 不行 我要再检测一次 怎么办 我的香瓶神奇水已经用完了 我的清脏箱没有了 这下要被老师发现了 白雪 你先来 检测结果 滴滴 臭皮星人 臭皮星人 白雪 你居然也是臭皮星人 检测结果 滴滴 臭皮星人 臭皮星人 什么 熊妹也是臭皮星人 白雪 熊妹 你们都出去 老师 你怎么把同学们都赶出去了 往后校长 他们都是臭皮星人 警告 警告 这里还有两名臭皮星人 怎么还有臭皮星人 到底谁是臭皮星人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谁是臭皮星人吗 知道的话就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吧 蜜萌老师 站起来吧 看看我选的蜜萌老师是谁 怎么是黑色蜜萌老师 黑色蜜萌老师看起来就很可怕 我不要打到我的老师 我是你们的黑色蜜萌老师 大家可以叫我暴躁老师 我代表的是暴躁 好的老师 我们知道了 白雪 你怎么回事 你不知道课堂上是不能随意说话的吗 可是老师 我只是在回答你的问题 哼 那也不行 上课说话就是不对的 白雪上课说话 罚你今天晚上的作业是别人的三倍 什么 不要啊 白雪还说话 罚你不仅要写作业 还要写一篇作文 什么 这也太多了吧 白雪怎么可能写完 贝儿 你也在课堂上说话 你的作业和白雪的一样 可恶 这个蜜萌老师也太兇了吧 大宝萌妹 你们俩还敢吐槽老师 我要罚你们写十篇作文 再写一百张数学卷子 不行 我不要你当我们的老师了 都怪你白雪 看你赚到了一个什么老师 对不起大家 我错了 嘿嘿 接下来 我给大家唱个老师吧 看看会是什么老师 哇塞 竟然是绿色面膜老师 我是你们的绿色面膜老师 我叫孤勇者老师 什么 孤勇者 我最喜欢孤勇者了 我们也喜欢 真的吗 那我们今天不上课了 大家和我一起来唱孤勇者 老师 放学了 我们可以回家吃饭了吗 不行 你们谁都不许走 你们不是喜欢孤勇者吗 我们继续唱 谁都不许停下 可是老师 我们已经唱了一早上了 我的嗓子都要冒烟了 你就让我们休息一下吧 不行 谁都不许休息 我要让你们继续唱歌 我不要你当我们的老师了 可恶可恶 那个绿色面膜老师 也不是好老师 我要选一个好老师 我站站站 既然是红色蜜蜜蜜蜜老师 他肯定是一个好老师 我是你们的红色蜜蜜老师 我是热情老师 孩子们 你们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来找我 感觉这个老师是一个好老师 现在是午饭时间 老师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午饭 快吃吧 谢谢老师 好饱啊 才吃这么少 哪够啊 老师这里还有 你们快吃吧 可恶老师 我们吃饱了 吃不下了 不行哦 你们是乖孩子 不能浪费食物 快吃吧 真是好孩子 老师还有很多午饭给你们吃 你们快吃吧 我们真的吃不下了 不行 你们必须吃 我面膜老师也不是高老师 我们要乖老师 就剩一个七彩面膜老师了 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好老师 孩子们 我是你们的七彩面膜老师 我 老师 老师 你快醒醒啊 警报 警报 转盘能量不足 不能支持老师继续工作 需要把老师收回 什么 那我们没老师了怎么办 好了 我们只能去找眼睛老师了 关注我 我们下次再见 我是全校第一 我怎么吹出来个活牛 白雪 你不会吹牛啊 看我的 哎呀 我昨天在家里迷路了 走了两个小时 才从卧室走到客厅 嗯 奶牛也不错 可以喝牛奶 我的牛 一定是最厉害的 挺好了 我是童话王国的下一任国王 大宝哥哥哥的牛这么普通 还不容易被二弟弟的牛闹 你们好 我是十二生小里的二牛 我不高会说话 还能打人飞 啊 我就说 我的牛一定是最厉害的 哼 我还没吹呢 你们都是我做的梦 我一醒过来 你们就下室了 是鸡牛座 是鸡牛座 兄妹好厉害呀 鸡上我的大牛走喽 我要把鸡牛座 带回家给妈妈看啊 我把奶牛 带回家鸡牛奶给妈妈喝 我怎么是有光点 我也想吹出厉害的牛 哼 我现在就去找吹牛大王 学习吹牛 吹牛大王 你们教我吹牛吗 教不了 吹牛是天赋 不过 你要是帮我洗所有的臭袜子 我就告诉你秘诀 我答应你 快告诉我吧 秘诀就是 说不可能的事 比如我一小时能洗一万双袜子 说不可能的是 哼 我明白怎么吹牛了 我的蜗牛可以吃掉银河系 这是停电了 不是你的蜗牛吃掉了银河系对吧 我忘记 我吹的牛会睡鲜了 这个怎么办呀 我得去找熊妹她们 我用船送门送你过去 送门在哪儿 我摸不到 好痛 男生 你的蜗牛好厉害 男生 赶紧把银河系吐出来吧 对呀 银河系里不管有童话星球 还有太阳月亮呢 我们现在都在蜗牛肚子里 这么黑什么都干不了 要怎么出去 我再吹个牛试试 我的蜗牛也可以把银河系吐出来 蜗牛怎么没有反应 可当是牛吹得太大 我们控制不住了 快叫小女巫来帮忙吧 怎么回事啊 天怎么黑了 无数之力 光明出现 我吹的蜗牛把银河系吃了 怎么才能让它吐出来呀 只能吹个比它更厉害的牛了 天不见的小朋友 知道蜗牛怕什么吗 快留言告诉我吧 小朋友们都说 蜗牛怕水烟 我的奶牛能产牛奶 咽掉所有蜗牛 大蜗牛 你不把银河系吐出来 我就要挤牛奶了 不要了 别验我 我这就把银河系吐出来 我以后再也不敢随便吹牛了 我也不敢了 那我就把你们吹的牛收走了 我可以让童话王国的人都消失 不搞 妈妈喝了我吹的奶牛挤出来的牛奶 也开始吹牛了 无数之力 小女巫 糟了 小朋友们 下期再见 这头子选房子 我十四 我十三 我十六 熊妹第一个挑战 白雪第二 大宝第三 我跳 一二三 熊妹出发第三个 不要唱挑战 鸡狗羊子 我最喜欢的歌 爱你狗山手爱上 爱你狗狗的模样 熊妹挑战失败 不爱什么 真是不要唱挑战 不好吧 接下来是白雪 我跳 白雪出发第四个 猜谜鱼挑战 一条腿 一扒牙 个头不带作用的 每天回家都求她 是什么呀 小伙伴们 你们猜出来了吗 时间到 白雪想到了吗 十二 挑战成功 继续前进 耶 谢谢小伙伴们 不要 点亮四号格子 接下来大宝挑战 大高了 终于轮到我了 我跳 到达第四个 首个人白雪 发起挑战 怎么还有白雪的挑战 她耳朵像普世 身子像小伸 鼻子长一长 帮人把活干 耳朵大 鼻子长 是大将吗 可是大将会帮人干活吗 大宝 时间快大了 不管了不管了 是大将 没带正气 继续前进 耶 我真是大糟命了 我跳 大宝出发第六个 学说话挑战 从现在开始 你要重复我说的话 好的 大宝挑战失败 怎么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熊妹大宝 你们每人还有一次机会 要挑战吗 我们玩要玩 那就先知头子 我是二 我是五 熊妹进来 一 二 熊妹出发第二个挑战 你表情吃牛蒙 吃牛蒙 我也太倒霉了 尿尿尿尿 挑战成功 继续前进 心狂严重了 真的好酸呀 我跳 首个人白雪 要向熊妹发起挑战吗 白雪姐姐 让我过去吧 那好吧 谢谢白雪姐姐 我跳 熊妹挑战成功 成为第二个首个人 大宝 开始吧 我跳 熊妹要向大宝 发起吃牛蒙挑战吗 要要要 大宝哥哥 我请你吃牛蒙 但是吃的时候 不能有表情哦 尿尿尿尿 都断了 挑战成功 继续前进 我跳 首个人白雪 要向大宝发起挑战吗 不要了 大宝太难了 谢谢白雪姐姐 我跳 出发第五格 我是开心果挑战 挑战者 让其他人笑 就算挑战成功 我怎么这么多挑战 我来讲个笑话吧 有只小猫走在路上 撞上了 大宝哥哥 你在讲什么呀 一点都不好笑 倒计时 五 四 三 撞上了 大宝你在干什么 这是个有味道的效果 大宝挑战成功 继续前进 白雪熊妹大宝跳房子挑战成功 小朋友们觉得谁表现的最棒呢 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吧 我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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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搞玩 白儿姐姐熊妹大宝 你们怎么在同里呀 我跳 什么 白儿姐姐为什么不理我啊 我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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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猫 为什么大家都不理我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吴婆婆 为什么大家都在木头里挑来挑去的 白雪 那是因为 啊 我跳 我跳 怎么吴婆婆也进了木头里 大家这都是怎么回事呀 秦林仙子 大家怎么都在木头里呀 这是怎么回事呀 白雪 听我的 快去找 我跳 秦林仙子让我去找谁 怎么花儿都没有说完 这下可怎么办呀 我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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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我要跟着大家看看 这是怎么回事 贝尔熊妹大马屋婆婆 以后童话王国就变成木桶王国了 大家都要听我的 知道了 黑木王 你到底做了什么 为什么大家都在木桶里面 因为这是木桶王国 黑木王 你这么做 小朋友们都会给你打零分的 大家都不能给我打零分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那都是因为 大家对我一点也不好 什么 是这样的 大宝贝尔 快笑呀 我们快赢了 知道了 大宝贝尔 我可以和你们一起玩游戏吗 早不要 黑木王 你总是做坏事 大家才不喜欢你 不知道 对呀 我们才不要跟你一起玩 我的苹果怎么散一地 小妹 你可以帮我把苹果捡起来吗 不行 我还要去尝试买最新版的 一楼里娃娃呢 只忘了就没有了 好吧 不不不 我来帮助你吧 黑木王 黑木王你不要过来呀 不不 你不要害怕 我已经不是坏人了 我只是想帮你捡起了地上的苹果 我才不相信 黑木王只会做坏事 我得赶紧走 不用了黑木王 这些苹果都送给你 为什么 我只是想做好事 为什么大家都不愿意相信我 就是这样 难道是我做错了吗 原来是这样 黑木王 可是你也不能把大家都变成现在这样啊 我也不想的 但是只有这样 大家才愿意和我一起玩 黑木王 你快把大家变回去吧 变 太好了 大家都别回来了 哦 怎么是黑木王 白儿姐姐熊妹大宝屋婆婆 我们不要害怕 黑木王只是想和大家交朋友 真的吗 那我们要问问小朋友们 小朋友们 你们说 我们应该相信黑木王吗 觉得应该相信黑木王的话 就常按大拇指发送一一 觉得不应该相信黑木王的话 就常按大拇指发送二二告诉我们吧 小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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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们